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自業教強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江門一個橋鄉 是學生的華僑城 上年一月份我都帶大家來參觀過 我開始再回來重新踏入片區 跟大家介紹 是因為現在增加了別墅和商業街 而且我們洋房也增加了 我今天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那些客戶都比較關注這個項目 除了我們的地理環境漂亮之外 還有一個旅遊區 一個古爐水鄉 所以在江峰方面我們都比較重視 好 我們華僑城古爐水鄉 就位於我們整個學生古爐鎮 一個水鄉一個地塊這一邊 我們的位置佔了整個古爐水鄉的三分之一 整個古爐水鄉是一萬五千畝的 我們佔了五千畝左右 就是這個位置了 我們這個位置也是整個江門市 整個江門市最靠近港佛的一個地方 我們一橋之隔 九江大橋過了九江大橋就是佛山廣州這邊 廣州佛山過來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左右的一個車程 港佛的人後基數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這邊一個客流 人流都是非常之充足的 我們的項目去到我們學生市的一個市區 都大概是十五分鐘左右 市區的配套包括醫院、商場、公園等等 都會應有盡有的了 即是我們那個醫療系統都有的了 是的 是的 不過學校、商場等等都會有 我們周邊那些 因為客戶除了回來投資 或者回來自住的話 他們對那個喜居都比較重視 是的 這樣我們項目就位於我們古爐鎮的一個旁邊 我們去到古爐鎮這邊大概就是三分鐘左右 這麼近的 是的 玩任何的東西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這樣在我們項目附近 大概是三公里左右的一個車程 就有我們一個學生港 學生港是港澳的那邊過來 是的 這件事你給我介紹一下 在香港過來的交通 除了水道、陸路那些 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好 學生港就可以坐船直達 這個香港的一個尖沙咀碼頭 那很方便 是 這樣大概的一個船程就是兩個半小時左右 嗯 除了坐船之外 這樣就會有這個高速 高速 行這個管閥高速 接這個港深延江高速 接著去到深圳這一邊 深圳這一邊 再接到香港 這樣車程也都是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就做到我們的項目了 嗯 除了自己開車的話呢 在公共交通方面呢 公共交通方面呢 現在呢 是在建的這個 昆森高鐵 嗯 昆森高鐵呢 就現在已經動工了 那就從我們學生的一個西站 接著接駁江門站 接著去到深圳的一個西站 哦 西站可以成為公共的呢 西站就是深圳的西例 嗯 深圳接著再接駁去香港 這條成果是在建中的 預計呢 就是五年之內會 投入使用 是的 那麼一個直通巴士呢 有沒有呢 其實學生也應該有的 有的有的 直通巴士 因為我們這邊是橋鄉 是的 我們學生呢 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人去香港那邊做事 是的 很多明星都是我們 是的 江門這一邊的 我們呢 就在學生市區這邊呢 還有我們學生的一個 汽車總站 學生的汽車總站 都會有那個專車去到香港 在學生總站 在學生廣場那裡嗎 不是學生廣場 是專線車 這裡沒有顯示出 距離我們這個項目有多遠呢 距離我們這個項目 大概20分鐘 是 20分鐘左右 然後有那個廣澳的巴士 哦 不是巴士 看看我們現在在售的一個住宅 我們現在呢 在售的是這個 7棟 8棟 9棟 和10棟一個高層的 790 是的 790 那面積呢 就是47方到126方 47到120 這個是住宅定公園 全部都是屬於住宅性質 170年產權的 哦 住宅性質 是的 住宅性質 包括47方都是住宅性質 嗯 整個香港的實際地來玩一下 是的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個別墅了 別墅呢 就123方 123 123方 那價錢呢 就是160萬起 160萬起 那高層洋房呢 是帶裝修的 別墅呢 如果要詳細地了解 我們一個護形 和價錢呢 就諮詢一下 我們的經紀人 嗯 嗯 那現在大概 我們在這裏透露一下 比如說 我們的別墅是123方 大概是160萬起 好 是 哦 毛坯的 是 嗯 嗯 洋房 洋房是大概多少錢房 洋房大概9千元左右 9千元左右 原房大裝修的 是的 那些別墅都是並聯的嗎 嗯 是的 並聯的 那這個呢就是四拼 四拼 那這裏呢 有些就是一字排開的 暖排 暖排 是的 沒有這個單獨的那些嗎 單獨的呢 就是這個位置 單獨的有173方 這個是大師家碼頭的 嗯 華哥帶我們來到我們的商業街 那就由華哥具體和我們介紹一下商業街裏面的一個配套 好 大家好 現在我們來到我們華球城古路水鄉的一個上古路區 哦 這個叫上古路區 是 因為我們還有下古路區 這個商業街全長是500米 哦 那這個建築風格呢 就是我們一個 嶺南的一個建築 哦 看到我們的屋頂 都會有這些 古色古香 是的 古色古香的一個邪屋頂 連我們的麥當勞都要跟回我們的風格 這個呢就是我們一個 嶺南風格的一個麥當勞 它預計會在4月1號 今年的4月1號對外開放了 它裡面已經全部裝修好 嗯 我都說第一次見過真的以中國風來做 是 哦 可以見到我們商業街的二樓 它是一些民宿來的 哦 這些是民宿來的 是啊 到時候你也可以在這裡入住我們的民宿 感受我們的一個水鄉的文化 再往前走 這邊是我們一個黃老吉品牌的一個體驗館 它所賣的一個產品就是包括了 我們一個散裝的黃老吉糧茶 就不是傳統的一種灌裝的糧茶 因為 因為 古馬豆腐花也有 現在天氣熱了 我們廣東人就比較喜歡喝這個 我們現在的一個港式糧茶 在這邊也可以體驗得到 現在裡面的蜜羅緊骨 正在攪拌 是的 這邊就是我們學生古龍這一邊比較出名的一個菇媽豆腐花 還有我們一個 一壺粮米糧 一壺粮米糧 一個 這邊也是我們學生這邊比較出名的一個本地一個品牌 是溫三爺牛世家 入面賣的是一個當地比較出名的牛雜 這個溫三爺牛世家亦上過CCTV 它的主意是做牛雜 對,做牛雜 做牛雜真的很考師傅 做得漂亮的很好吃 這裏其實也很舒服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水車 也是我們廣東人這邊經常見到的一個輸水系統 這邊是鶴唐真味館 就是賣我們學生當地的一個特色美食 魚肥角、魚蓉竹、白水角、千層膏等等 這邊有水香特色 這邊就是雲吞舖 已經在營業中 已經對我開放了 後面這個 真是清涼水冷 這裏就是我們耳朵裡的戰艦館 以後可以上去 可以附陷到我們整個水鄉的美景 這邊就是屬於一個南洋式的建築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屬於橋鄉 你一說南洋,我就想到這個 因為以後還會有黃包車在門口 以後如果你累了,也可以坐黃包車 然後感受我們商業街的美景 還有黃包車 是 其實現在興建商業街的手筆都頗厲害 去哪裏找那麼多青磚 全都是在村內收回來的 是 很多都是,它不是造舊的 是真的找舊的 是,就是舊的青磚來的 這邊這個舞台可以在這裏看到我們的粵劇表演 即是有人唱戲 是,有人唱戲 整條商業街其實開張之後 挺輕和的 挺有特色的 這邊有一個寮齋驚雲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鬼屋 這個就是比較適合年輕人的 我們的項目就是打造從小朋友 年輕人到老人家都適合的項目 這邊有一個水車 這邊還有一間KFC 這個亦都會在四月份五月份左右 對外開放 我感覺到有一件事 很真實的事 就是什麼呢 有麥當勞,當然有這個肯德基 是啊,沒錯 所以不用怕它會冷場 這裡 有這麼多燈門 先講到這裏 因為那邊很多點未開 我們講這個橋 好嗎 這是什麼橋 行人過去的嗎 是,行人過去的 這麼有趣 這個橋叫做橋依橋 普通話叫橋依橋 這個橋是全木製的 也是我們古路水鄉的一個網紅打卡點 我們可以上去感受一下 大家好 現在就是來看到我們這一座 連通商業街 和我們同盟村兒童樂園的一座拱橋 這座拱橋是全木製的 它的名字叫橋依橋 橋依橋,即是哪個橋 就是往外面張望的橋依橋 這個名字也會非常生動有趣 便宜兒童,即是小朋友去記憶 過到這一邊 就是我們一個同盟村兒童樂園 橋依橋,即是用我們廣州話的語言去表達 即是看一看 是的,看一看 看一看 這裏就是我們同盟村的一個售票柱 現在已經在營運中了 是的,已經在營運中了 是的,我上次來看見很多小朋友過來玩 是的 今天不是星期日,也不是節假日 所以今天人客較少 是的 那邊還有我們同盟村的一個小貨車 也都是往這邊可以拍攝一下 小貨車也都可以圍繞著我們整個兒童樂園 我們才可以去轉一個圈 然後就會感受到我們兒童樂園的一個 有什麼遊玩項目 在我們的遊前方 我們會見到一條好像毛毛蟲一樣的建築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村長之家 那裏面就是我們一個遊客的一個服務中心 也會有餐廳 同趣的一個商店 還有很多的一個營學的功能教室 還有醫療室等等 大家好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這一套173方的一個獨棟別墅 這套別墅也是大師家碼頭 一個臨水的別墅 我們現在所處的一個位置就是我們一個大車位的一個花園 再往這邊走 是我們的入湖大門 這個是一個圓關的位置 這邊可以放鞋櫃 再往進 這邊是我們一個客廳位置 可以見到我們這個客廳也是非常之寬敞的 層高是4米2 我們普通的一些洋房的一個層高是3米左右 這邊 這個層高做到4米2 也是非常之有別墅的一個感覺 這邊是我們一個廚房 再往這一邊走 這邊是一樓的一個長輩房 也是非常之方便老人家 不用爬樓梯的 這邊是衣務間 還有衛生間的一個位置 往這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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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看我們一個馬頭的一個位置 這邊 這個花園是一個L型的花園 這邊的位置就是接駁剛才的車位的位置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遊船的一個碼頭 這邊 這邊 這條水道一直開船出去 就會去到我們3公里遠的一個河花池 有時候就可以開著船去釣魚 看河花 拍照 現岸都會有我們華僑城的一個節目表演 這邊 往二樓 這條樓梯也是非常之闊落 而且也是非常之平緩的 參觀一下我們一個兒童房的一個位置 兒童房也都是大套間 這個壺形一共是三房 三房三個都是套間 兒童房出來這邊也是大一個陽架 往這邊走 我們現在參觀一下我們一個主人房的位置 這邊就是一個主人房 大概是50方的一個面積 這邊是一個很大的衣帽間 還有一個衛生間的位置 衛生間也可以放到浴缸 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們主人房 出去陽台的一個戶外景觀 這邊前面就是商業街 這座拱橋就會有些小橋流水的感覺 這邊我們所見的這個建築 屬於紀南大學江門分校 它是一所大專院校 以後還會往本科這個方向發展 它總共的一個師生大概是6,000人左右 然後再到達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